明天,美國將迎來二戰以來最重要的一次總統選舉 押金已有破紀錄的近9000萬人提前投票 總統特朗普與挑戰者拜登的支持者皆認為 這是一場事關國運的決戰 今屆大選多州爭持激烈,郵寄選票比例又高 除非兩強任何一方大折,否則選舉結果未必迅速竭中 特朗普一再指控郵寄投票舞弊嚴重 兩黨組以部署就點票問題打官司 倘若最終真滴出現所謂紅色假象 拜登靠郵寄選票逆轉成,勢必引起激烈爭議 甚至爆發亂時 選舉前夕 全美氣氛外似內張 社會躁動不安走向臨界點 多州多市政府皆為選後爆發暴力衝突作準備 選舉結果難產 內亂 內戰 內戰 成為輿論和專家嚴肅討論的題目 大選後出現黑天鵝事件 可能性無法排除 蘋果頭條 隨著美國總統換屆 外界亦關注國會改選 多間民調機構預測 共和黨或會失去近六年來在參議院佔多數的優勢 民主黨有望在今屆大選拿下深眾兩院 全面掌控國會 美國國會由深眾院兩院組成 參議院有100席 目前由共和黨主導 有435席的眾議院則由民主黨把持 眾議員任期為二年 參議員任期六年 因此每二年眾議院會全面改選 參議院則改選約三分一席位 今年大選同時適值眾議院全院及參議院35席改選 而在參院改選的35個議席中 其中二十三席位共和黨把持 其餘十二席則屬民主黨人 民主黨想取得參院控制權 如果總統特朗普順利連任 便至少要搶走共和黨把持的四個席位 但若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獲勝 則只要增加三席 因為副總統兼任參院議長 可以再表決平手時投下關鍵一票 東方政論 昨日星期日 許多人好夢震撼之際 警方清晨職兵分多路上門 拘捕七名反對派政客 並以涉嫌觸犯、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 極速落案起訴 反對派例排高呼極權濫捕 警方則例排表示 偵詢律證師異見才有所行動 各說各話 見怪不怪 為令人大話不解的事 作為反對派最大金主兼勾結外部勢力 危害國家安全的最大黑手 壹傳媒來自應涉違反《港區國安法》 被捕至今近三個月 居然仍未被起訴 到底律證師的檢控準則何在? 是大搞雙重標準 還是怕了大漢奸有外部勢力撐腰? 被捕的七名反對派政客 包括四名現任立法會議員和兩名前立法會議員 以及一名議員助理 星島社論 今年五月立法會內務委員會會議 泛民發難並讓成衝突 警方追查半年作神採取行動 以涉嫌觸犯、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 有關藐視罪及干預立法會人員罪 拘捕七男女泛民人士 包括民主黨胡志偉等四名現任立法會議員 兩名前立法會議員及工黨主席郭永健 警方指經徵詢律證師異見後 已落案起訴七人 本週四提堂、行動仍在進行 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 經濟社評 北半球入冬後 西方新冠肺炎疫情急轉席下 美國新確診數字破全球紀錄 英國和葡萄牙重新加入封城行列 奧地利也要消禁 本港第三波疫浪早前催喚 政府放寬部分限制 市民紛紛結半度假、聚餐 有部分人士放鬆了戒備意識 即出現小型群組爆發 再再提醒港人以歐美為鑑 疫苗面世前千萬不能放鬆防疫戒備及意識 否則一切推倒重來、通關、旅遊氣泡可以頓成炮影 美國週五單日確診首破十萬宗 十天內五度推高美國全國紀錄 更打破了九月份由印度所創的 預九點七萬宗世界紀錄 大西洋彼岸的疫情亦教人憂慮 英國決定訪效德國、法國封城 非必要商鋪和餐飲酒吧等關閉至少一個月 奧地利醫療系統頻隆崩潰 本月將每晚宵禁十小時 女士的頭髮不夠強硬? 男士又有中年危機、地中海的煩惱 找到一隻洗頭水是很重要的 要激活無狼、控油去塞、固法、欲法、防脫法 我們推薦韓國JW洗戶系列